天竟世界冠軍Tone 消防員彭于珍 世大運跆拳金牌蘇立文 始祖來自台灣各領域 杰出好手 在南投民和國中 酌岸合唱團演唱的 布農族歌曲中 展現台灣人的堅毅執著 也在疫情中 傳達對醫護的感謝 該上班旅行 我想在這段影片 其實最讓人感動的 就是當原住民這些小朋友的歌聲出來的時候 其實馬上就會讓你覺得熱淚盈眶 那他們這個天真純潔的一個歌聲 其實讓我們覺得有滿滿的一個 往下走的一個正能量 可以讓我們化解許多 在這段期間的焦慮 那我想這支影片 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傳達給我們 守護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還有所有防疫的人員 希望你們繼續加油 也感謝你們 文化總會推出2021台灣防疫加油篇影片 改編自2018國慶影片生日快樂篇 邀請原影片導演盧建章重新剪輯 影片從縮小的視窗開始 暗喻在受限制的狀態裡 大家仍舊努力不懈忍耐堅持 從五月中開始的三級警戒 我想很多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 那文總的許多計畫也被影響而停滯了 但我們都一直在思考 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形式 給大家加油 給大家打氣 後來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發現2018年文總所製作的國慶影片 其實裡面的很多元素都可以呼應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跟這個盧建章導演討論之後 我們覺得做一些剪接 然後結合裡面的許多不同的角色 將一呼一吸都是感激這樣的一個概念 放到最新的剪接版本 那我想透過這樣的一個剪接 無非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影像的正能量 讓大家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雖然艱困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堅持 然後來度過這一段挑戰 疫情肆虐 病毒無情 感激為我們負重前行的醫護 感激新手抗疫的夥伴們 這段期間看到許多防疫人員 辛苦地守護我們健康 每次呼吸都是感激 防疫人員加油 台灣加油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